众星米兰时装周身图第二波来袭 众所周知 2023年的米兰时装周已正式启动 肖战、蔡徐坤、李宇春、刘涛、曾黎、刘文、陈肖、宋慧桥、许光汉、宋雨奇、张嘉尼等众星均已抵达米兰 并贡献了第一波身图 在稍作修整之后 众星米兰时装周的第二波身图也如约而至 刘诗诗沧桑、肖战皆拍饭、蔡徐坤四精神小伙 当天刘诗诗穿着厚重的外套 双手揣进袖口 领子也立了起来 看上去十分防风保暖 她顶着一头长卷发 淡淡地看着前方 从侧面五官柔和 虽算不上多么精致 但只有众人淡如绝的美感 侧面看刘诗诗的苹果肌肿胀 法令文也十分明显 和年轻一代的女星比起来 显然有点沧桑 事实上 苹果肌和法令文这两的问题也困扰了刘诗诗多年 从刘诗诗以往的生徒不难看出 她的法令文远胜其他女星 就连粉丝修徒 也是着重往这方面去修饰 苹果肌亦是如此 刘诗诗多次出席活动的生徒 都存在这个问题 明明蹄肤光滑细腻 但两大槽点却如影随形 相对而言 年轻一代的女星孔雪儿 则不存在这样的烦恼 96年出生的孔雪儿 今年26岁 比刘诗诗小了整整9岁 此次她抵达米兰时装周 在街头拍照时被偶遇 随意一拍便明星发十足 不过即便如此 刘诗诗的人气 还是非孔雪儿所能及 当天她一抵达米兰 便开始营业 十分敬业 但太过高冷却引发网友争议 刘诗诗先是随工作人员 一同走出大厅 她双手抱拳低着头 全程没有说话 任凭外面的粉丝围堵得水泄不通 并大声夸赞她好美 向她打招呼 依然不为所用 只是一个人默不作声地快步低头走 对此 有网友吐槽刘诗诗太过高冷 粉丝如此激动地呼喊 但刘诗诗完全没有任何回忆 实在令人寒心 对此 不少网友吐槽刘诗诗诗过于高冷 理都不理人 太扎心了 但也有人猜测 刘诗诗诗或许是刚抵达米兰 太过疲惫 又忙于工作才会如此 另一边的蔡徐坤 已经抵达米兰好几天 营业照也是一波接一波 这次她又顶着一头金发 又走在米兰街头 一身黑色皮衣搭配墨镜 一只手戴着皮夹克 一只手空着看上去十分有范 听到现场粉丝为之尖叫 蔡徐坤还比了一个虚的姿势 引到粉丝更是尖叫连连 粉丝大赞蔡徐坤是漫画中走出来的美男子 但网友却吐槽 没了滤镜的蔡徐坤 简直就是精神小伙 网友几乎是清一色的吐槽 蔡徐坤装容脏气质差无法 get到她的脸星 并大赞外网实在堪比照妖镜 和蔡徐坤比起来 肖战显然低调的多 抵达米兰后 肖战先是晒出了一组漫步街头的背影照 穿着也十分休闲随性 24日 肖战又晒出和李宇春的合影 此外 肖战还开通了 影子成功登上南韩趋势榜第四 如今的粉丝更是轻松突破了20万 即便如此低调 肖战还是引来无数关注 还有网友模仿肖战的街拍却被吐槽 有网友告诉了肖战在米兰机场的全身照 同样的黑色大衣配卫衣 帽子 口罩 眼镜也是一样不落 甚至连眼睛都颇为相似 不过该网友的模仿却引来网友嘲讽 有网友嘲讽真丑 换个人模仿吧 当然也有人觉得网红模仿肖战是向其致敬 并不应该被批判 肖战的米兰之旅才刚开始 期待他接下来的表现吧 张嘉尼看秀的造型是一条简约的黑色长裙 让官方身高164厘米的他 看起来显得很高挑 其实第一眼看他在那场看修的照片 有点怀疑是不是工作室或媒体或粉丝 用精修图当生徒宣传 毕竟这状态太完美了 后来番茄把张嘉尼一张对脸照片放大 才发现原来能看到他脸上有并不显眼的闭口 鼻翼两侧的毛孔也比脸颊明显 要是没有这些瑕疵 还真不敢相信这是生徒 张嘉尼这样的状态 其实已经不需要修图师了 只需要厉害的打光和摄影团队 没有了专业打光的话 张嘉尼的肤色会瞬间按几个度 脸没有在室内显得那么白 但脸部肌肤依然紧致 颜值很高 张嘉尼这条黑色裙子 在日光下质感似乎下降了一些 皱褶有点明显 变成了一条普通的背心裙 跟张嘉尼一样 都以七刘海发型亮相时装周的 还有南韩女星宋慧桥 但她用七刘海配半扎起的长发 不仅营造了少女感 还会将视觉重心下一道下半张脸 而她在相对真实的室外光源下 暴露了苹果肌下垂的事实 哪怕脸较为紧致 依然会给人装嫩的感觉 如果是在室内的灯光下拍照 宋慧桥看起来 就会比在室外看到的样子更显年轻 可见打光对拍照来说有多重要了 当然了 总体来看宋慧桥保养的还是不错的 毕竟跟比她小11岁的许光汉和赵氏 没有明显的年龄差 许光汉凭想见你 在内地打响知名度 可后续发展哑伙 颜值不出众 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看了她在米兰时装周上的生徒 能感受到她身高优越 皮肤白净 就是真的不够帅 除了宋慧桥 另一位南韩女星全智贤 前几天也出席了时装周 不过不是米兰时装周 而是伦敦时装周 两位南韩一线女星 势必会被比较 只看金修图的话 两人都选择了符合淑女气质的长款外套 但全智贤的中风大波浪卷发跟衣服更搭 完全就是千颂衣本人 媒体镜头下的全智贤 岁月仿佛没有在她脸上留下痕迹 脸部没有明显皱纹 皮肤处于自然的紧致状态 这张让人几乎感受不到年龄感的脸 背后除了全智贤自身的努力 真的就是老天赏饭吃了 南韩有40家的宋慧桥和全智贤出战 我们也有状态极佳的40家女星 出席时装周 比宋慧桥大三岁的刘涛 早在看秀前选衣服的Vlog中 仿佛已经在告诉大家 她会用最好的状态 在时装桌上大杀死坊了 最终刘涛选了一套珠光亮片的衣服 随手一拍就是大片 生图里她的脸跟精修图没多大差别 非要找不同的话 就是她笑起来的时候 法令纹会比精修图深 在生图里还能看到刘涛明显的腹肌 这状态都不知道秒杀多少同龄男明星了 46岁的曾丽 出道米兰就给CAP74024杂志拍了一组照片 照片里她穿着主打京剧脸谱元素的衣服 全是了一种国风美 曾丽到了米兰之后 一直被网友偶遇 路人镜头下的她身材高挑 脸上没有明显皱纹 但保养友方的曾丽 跟精修照还是有些区别的 有网友在白天的时候 偶遇曾丽在街头拍照 日光下她略微肿胀的苹果肌 显得不太自然 能感受到年龄感 蔡徐坤在看秀前 就已经被粉丝偶遇过几次了 一次是她穿着白色西装 虽然她戴着墨镜 但在人群中还是很瞩目 另一次是蔡徐坤穿着普通的格子衬 可是蔡徐坤去看秀的正式造型 衣服让人显得过瘦了 拉直了的金发 也没有蓬松的时候帅气 这造型不由的让人想起了全智龙 这次的米兰时装周 还有两位女爱豆受邀出席 陈霄看秀的造型 是一头粉发配上凸显身材的灰色裙子 硬是用高颜值和好身材 把普通的裙子穿得好看 年轻明星上镜是真的有优势 生土里她的状态很好 唯一算是不足的是脸与脖子 耳朵的色差有点明显了 跟陈霄相比 宋雨琪的颜值稍逊一筹 但皮肤状态是真的好 仿佛自带磨皮滤镜 陈霄 徐光汉和宋雨琪 看的是同一场秀 大家觉得和赵丽谁的状态最好呢 上面提到的是 第一批在米兰时装周上露脸的明星 之后还会有明星陆续飞过去出席活动 再之后就是巴黎时装周 感觉这段时间无趣的那鱼 总算变得有看头了